内衣外穿,无缸圈bra, lolita,路腰路背大开叉 如果你只能想到这些,还是太片面了 今天,女性已经不需要宽大的垫肩,成套的西装 或者干脆穿得像男士一样,才能凸显力量感和性格 oversize的着装,还是暴露曲线,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 这一切穿搭的背后,是一个个不同的,拥有性格的个体 从阶级到性取向,再到价值观的独特和独立 在一个健康良性的状态和社交互动下 我们拥抱,接受,欣赏作为女性特质的力量 也使她力量在审美潮流中大放异彩 成就着新世代的怪异美学 要说起艺术史上最早用全新视角诠释女性之美的画师 当属芳心纵伙伴,沐夏,Matcha 这个会让你误以为是女性名字的男子 她将女神变为女人 美出凡人的高度,境遇又婀娜,夸张又和谐 要知道,这与当时保守的男性主导的艺术审美 可是大相径庭 在沐夏的笔下,每一位女性都如花朵一般繁茂而充满生命力 女性美成为了她的创作载体 她将抽象弯曲的线条与流线型的轮廓发挥到极致 似乎是在诉说一个人与自我的关系,不被定义,不顾于行 Girls Power也正是如此,对自我解放,对人设和标签不妥协 随着女性觉醒的大环境 女性更加注重精神链接 也带来了许多结构性的机遇 我们越来越多的女性产品品牌的崛起 宠物,内衣,家居,香芬,运动,健康 我们也感受得到,越来越多的品牌正在前所未有的关注女子力 这让女性形象成为炙手可热的创作方向 而另一位穿越时代,使怪与美学与世界潮流对接融合的艺术家是刮生太郎 刮生笔下的女性是时尚的,有棱角的,丰富的,快乐的,哀愁的 清晰的,独立的 在刮生太郎眼里,承接时尚,简洁,艺术的最佳载体就是女性 女性对于美的感受和色彩的理解是她最大的灵感 高度概括的平面感是她的作品特色 也许正是抛弃了女性的柔美,曲线等刻板印象 笔直力锁的线条和轮廓感 更加能够让你感受到热爱生活,遵循内心的女性样貌 正是因为女孩子本身就已经足够华丽 刮生太郎不喜欢在插画中用太多的笔墨去刻画她们 上天入地,穿墙骑马,无所不作,依然优雅 刮生作品的前卫感还来源于她笔下女性角色的OTD 对生活像素级观察和时尚敏锐感 造就了千变万化的茁壮 新时代的女性懂生活也爱生活 她们越来越清晰地知道如何遵循自己的内心 认真地选择自己向往的品质生活 所以,什么是她力量呢? 她力量的形成和艺术创作其实是相似的 两者本身都没有意识形态 关键在于人们当下对自己的状态的一个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 男性女性的特质都不该是社会与文化规训的结果 新时代的怪异美学也许是在说 我们享有权利,但不会滥用 我们向内回归纯粹的本心 也向外张扬,自在表达